高雄的空气品质是大家所关注的议题 师傅环保局近年1到7月进行空气品质监测 透过数据发现空气品质有逐年变好的迹象 希望透过修法以及相关政策的推动 和市民共同改善空气品质 近期刚结束高雄空污大游行 许多高雄市民也是相当关心高雄的空污问题 环保局近期也表示 高雄的空气品质与历年同期都有大幅的提升 也有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量 希望未来可以透过相关办法的研修 让高雄市的空气越来越好 未来我们还会针对我们一些的国营企业 像新达电厂的这一个1到4号的燃煤机组 希望它能够在112年12号能够来处移 另外也会督促中钢公司煤矿砂的加盖 或者是所谓的这个湿式炼胶炉改成干式 炊火塔这样子的一个工程能够来完工 而过去左营区的空气品质经常遭民众投诉 科长也提到近期因铁路地下化 以及相关政策的改变 让左营的空气品质与过去截然不同 那经过这几年我们多管旗下从工厂从汽机车的一个老旧汽机车太旧 更重要就是我们铁路地下化的工程也完工了 所以我们整个左营侧站目前的一个空气品质的话 跟过去105年106年相比 它的改善幅度的话超过五成以上 现在已经都不会再听到说 我们的左营侧站在PM2.5的侧值上 是位在全国前几名的情况已经没有了 未来市府环保局也会透过修法 以及相关政策的推动 着手改善空气品质 也希望民众能做到节能减碳 多搭乘大众运输工具 期盼市府与市民共同为高雄的空气品质努力 记者张世民 潘文玉 高雄报道